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乌军用六门凯撒炮摧毁了80门俄军大炮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 法国援助的六门凯撒自行火炮威力巨大 已经在近期的战斗中摧毁了80门俄军的自行火炮 火箭炮和牵引式榴弹炮 法国大炮的优良性能让乌军炮兵战叹不已 法国电视二台还专门派了一个设置组 去拍摄凯撒炮的作战情景 凯撒自行火炮的射程可以达到58公里 而且弹早点十分精确 现在已经被乌军用来专门摧毁俄军的各种大炮 因为俄军的大炮射程有限 准确度又差 所以根本不是法国凯撒炮的对手 凯撒自行大炮被称为地表最强的卡车炮 他一分钟就能够从行径当中转成战斗状态 并迅速的打击敌人 打击完了以后 他也只要一分钟就能够撤离战场 一来可以躲避对方的报复 二来就可以去迫近另一波敌人再去把他们消灭掉 因为这个任何炮弹在打出去以后呢 他有时候会给对方的观察哨一个数据 也就是说计算他这个炮弹从哪里发射的 所以说对方根据计算就知道你这门大炮的位置 就可以组织火力来对你进行还击和报复 可以用大炮进行还击 比如附近埋伏的你没有发现的大炮 对你进行还击定点还击 可以使用无人机对你进行定点袭击 还可以使用飞机 战斗机或者直升机对你进行定点攻击 所以说呢 保有机动性 消灭一波敌人 一波大炮 比如说摧毁了俄军的一个炮兵连 然后迅速转移到可以转移到树林里面 去休息一下 也可以转移到新的战场上去 跑到树林里去喝杯咖啡 大家在一起开开玩笑 轻轻松松的就像旅游一样 接着再去消灭下一步敌人 是非常理想的做法 凯撒自行火炮的炮弹上装有无线电进炸引信 它可以在设定高度爆炸 也就是说呢 它可以设定在敌方俄军那个炮兵头上 比如说五米距离三米距离 上面爆炸 它一爆炸就是一大片 因为它有几千个弹片 几百成百上前的这个弹片 能够足以摧毁一个炮兵连 先把你人炸死 行吧 就是你炮兵站在旁边正在那操作 它从空中就爆炸了 就像天女散花一样 就把你那一群炮兵都给你消灭掉了 它能连续发射六发炮弹 射的准的话 一发炮弹都能摧毁俄军一个炮兵连 比如说六发炮弹了 基本上可以让这一批 这一个年的俄军都立即上西天 这个可惜的是 现在乌军总共只有12门凯撒 执行火炮 如果有120门的话 基本上就能够摧毁上千门乃至数千门的俄国大炮 因为现在呢 乌军已经有足够的无人机来侦查定位俄军的这个炮火的位置 从而引导凯撒炮进行射击 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答应要给这个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凯撒炮 但是问题是法国现在总共自己才造了72门 所以呢 一般认为呢 他最多呢 也就是能给个12门 甚至只能给6门 因为法国自己呢 他也需要这门大炮 而且呢 这门大炮的这个焦人战机呢 估计呢 也会使法国人感到高兴 他们可能会立即的增产这种大炮 因为首先呢 是乌克兰战场的需要 即便是他不愿意再赠送给乌克兰 那么乌克兰可能会赦账 先买下来再说 买上几十门这样的这个大炮 应该这样说 再加上这个美军和英军提供的 这个什么M777大炮啊 或者还有这个海马斯火箭炮啊 那就真是足以摧毁俄军的这个炮功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俄军的其他武器都不像样子 比如说他的空军呢 那就是一个摆设 开战以来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而且呢 被击落的还很多 至于他的海军呢 更不像话 只能就是说当成 这个一个好像是发射器 发射一些巡航导弹 然后呢 其余事件就是不断的被击沉 所以呢 俄罗斯的这个海空军呢 都不值一提 而且他陆战的坦克和装甲车呢 现在看来也没有战斗力 因为现在乌军有足够的 这个反坦克火箭 反坦克导弹 标枪什么的 来拦截 消灭成批的俄军的装甲车 坦克车 现在呢 唯一难以对付的 就是俄军的这个大炮 包括他的这个自行火炮 火箭炮和牵引式榴弹炮 因为他数量众多 俄军呢 恐怕累计呢 有数千门这样的大炮 等待着乌军要去消灭掉 另外一个消息呢 就是辽宁纪委呢 今天呢 从公安厅长妹妹家中 收出一点有九亿元现金 把现场的几百人看呆了 这个公安厅长名叫王大伟 今年三月份刚刚落马 也就是被纪委给找去谈话 谈到现在呢 大概终于交代了 因为纪委呢 中国纪委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办案单位 能够让老虎都屈服 因为他擅长直默人 据说呢 这个王大伟有一个妹妹呢 住在金色世家 不过另外一种说法呢 说那是他的情妇 然后呢 纪委从他家里面搜出了 整整41箱钞票 都是百元大钞 当局出动了一个运钞车 还有武警押运 围观者都惊呆了 尽管这个金色世家 居住的都是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但是他们也没有见过 那么多的现金 众所周知 东北现在几乎是 中国最贫困的地方 经济最落后的地方 但是呢 东北的贪官污吏 仍然富可敌国 而且呢 王大伟不是第一个 被抓的这个公安厅长 在他前两任也被抓起来了 贪污的也是相当 做的相当多的这个金钱 有网友说了 这个王大伟 还有中共的贪官污吏呢 至少有一个贡献 那就是有效的 遏制了中国的恶性 通货膨胀 为什么呢 因为中共这些年来 发行了大量的钞票 这些钞票如果冲到市场上的话 足以是让中国物价 能翻上一倍 所以说呢 中国没有 这个物价没有涨得那么厉害 那主要就是因为呢 大部分钞票呢 都通过各种突进 流进了这个贪官污吏的腰包 贪官污吏当然不能花这些钱 他也不能购买财产 因为那样容易被人发现 大部分贪官污吏都是非常小心翼翼的 因为他知道买几栋房子很容易被查出来 所以说呢 这个他们 唯一的 他也不能存在银行 他也不能做出投资 因为投资也很危险 人们就问了 你这个钱从哪来的 你这几千万从哪来的 你这个你老婆的钱从哪来的等等 到时候纪委可不跟你客气 他一看你老婆账上有五千万 直接上门 只要领导指示就可以把你抓了 说直接把他抓了 抓了你就是一顿拷打折磨 就得交代出来 因为他已经有消息了 说你老婆拥有五千万资产 所以说呢 中共官员唯一妥善的办法呢 就是精心的把钞票 藏在自己或者亲戚的家中 他们的房子呢 一般都有夹乘 尤其他们有很多秘密的住宅 比如说他们若无其事的 会背一个包进去 实际上里面都装满了钞票 他们采用蚂蚁搬大象的方式 往往在他们买的秘密房子里面 能够堆满了钞票